由南方大学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所举办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研究国际论坛 今日在南方大学R125会议室举行 约15位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学者等受邀参与此次论坛 为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进行评论 一同探讨马来西亚华人人物研究状况 现场也会进行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学术专书的推荐里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研究国际论坛与南方大学学院进行 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为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此部学术著作进行讨论与交流 受邀学者除了此书的部分编委与作者 也邀请了多位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及本地的著名学者 公开对此部人物志进行评论 讨论马来西亚华人人物研究领域的发展 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王润华教授 连同新山著名学者吴华老师 一同为人物志主持推荐仪式 何启良教授表示 人物研究是整个历史过程中重要的部分 有必要把对马来西亚有成就 有贡献的人物做一个记载 这是他组织完成这部人物志的初衷 对马来西亚四百多位在马来西亚历史里面 在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团、文学、艺术方面 有成就的人物做一个评论 记载在历史里面 直到后代能够知道他们的贡献何在 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筹备五年 由何启良教授主编八位编委协助 集合132人撰写 收录了432位马来西亚华人事迹 何启良教授提到 人物志撰写对象包括马来西亚历史上 年代横跨250年的人物 以及收录了非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事迹 此人物志在编制过程中 聚集了132位年轻与资深学者操刀撰写 非常之难得 我们把它分成外边跟内边 那边就是关于马来西亚的人物 基本上没有任何正义性的 在国际上 在历史定位上 可是外边的人物 就包括了非马来西亚国籍的人物 这里包括林语堂 孙中山 康有为 玉大夫等等等等 我们也把它一起放在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里面 一起来评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论坛会上 各地学者普遍认同人物志内容 保有学术客观观点 内容编制开阔且具包容性 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朱重科教授表示 此部人物志内容处理 态度平时与客观 包容性强 在马来西亚华人领域研究上 深具影响力 就是他寄写到国际上是马来西亚的 这样一个人物 以这样的人物为主 但同时他也提到 对于马来西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 外国的学者 或者其他这种身份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眼光 这部华人志全套共四册 全书共1900页 耗资于70万令吉编制而成 南方电视台 江伟豪 赖楚嫣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